明镜新闻台24小时直播 新闻不受管制 呈现事实真相 请到YouTube搜索明镜新闻台 订阅明镜新闻台 今天美国的国家情报局 罕见的发表一个声明 我们知道美国的情报系统 大概有十七八个之多 那么最主要的就是国家情报局 和这个中央情报局 中央情报局更多的是这个烧集情报 那么国家情报局呢 更多的是给总统一些情报的资源 这个是2014年成立的 那么有非常多的专家 这个非常聪明的人 我们知道情报系统是一个很肮脏的工作 但是聪明的人很多 那么他们今天发表这个声明呢 在一般意义来讲呢 是比较特别的 因为情报系统往往不会 针对特别的事件来发表看法 因为它非常敏感 人们可以通过情报系统的这个声明 来判定呢 你掌握情报的程度 所以呢 今天的这个声明发表是很罕见的 其实这个声明呢 这个讲的是一个呢 科学界 全世界的科学界 可以说是已经达成了广泛的共识 而不是呢 科学家在这方面有什么疑问 到现在为止 对发生在武汉爆发的这场病毒 曾经出现过呢 三到四位的科学家的职业 最开始是从印度 后来到美国 然后到法国 那么这几位科学家呢 都是具有生物学的背景 不是一般的谣言 但是根据我们的追踪的这个了解 那么这几位科学家 叫印度的科学家 已经放弃了他之前的说法 而美国的科学家呢 接受华尔街电视访问的时候呢 也已经改变了他的看法 那么剩下的一位科学家 是来自于法国的 在1988年嘛 得过Ruber生物学奖 因为他发现这个 艾滋病病毒的这个资料 那么这个所以呢 他得到了这个Ruber奖 但是他的认为呢 武汉爆发的这种病毒呢 有这个人工的痕迹 有这个人工的可能性 但是他的这个说法呢 很快遭到啊 这个一百多位的法国的专家 那么这个提出联合的这个批评 甚至他的同行认为呢 他的解释的方式是不具有这个 生物学初学者的这么一个尝试 这个是我们很难理解的 因为这位先生是一位呢 很受人尊重的Ruber奖 因为Ruber科学奖和其他奖不太一样 比如文学奖啊 这个和平奖啊 大家可以说有很大的争议 科学奖大家认为 你在这领域里面肯定是很顶尖的 这并不等于这位科学家 不应该得那个奖 他就相反 1988年的时候 他因为做出了足远的贡献 应该得了个奖 但是得了个奖以后 他陷入了一个呢 完结莫名其妙的一个范巢 发表了很多的错误的议论 不知道他是怎么回事 那么这个在 他也成为了曾经是中国的 交通大学的一位教授 但是当时候他在中国科学界 就了解他的背景 就做出了质疑 认为这样一位人士呢 不应该呢 因为得了若贝奖 而成为中国的这个 一个名校里面的教授 那么这位老先生88岁了 我们当然是很难去确定 他的这个状况 不过他的说法呢 已经就是不被科学界的 这个普遍认可 我们知道科学的问题 就是一个需要有敬畏的问题 也就是说 在科学的领域里面 你要超越尝试是非常困难的 虽然我们非常鼓励说 大家应该就是打破尝试的框框 应该去探索了这个科学位置的世界 但是实际上科学家之所以令我们尊重 因为我认识很多科学家 那么这些科学家之所以 使我一直感觉到非常尊重 并不是因为他们在科学上 有伟大的发现 恰恰相反 他们一辈子什么都没有发现 这是相当多的科学家的一个命运 一辈子在生意识里面 那么就是真正要有伟大的发现 是很困难的 那么这个所以说呢 现在的科学家 得到的这个关于武汉 包含了病毒的这个自然性 即使是科学界的一个普遍共识 而基本上不具有专业上的挑战性 如果有任何专业上的挑战性 我认为呢 都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新闻 我们都应该去了解 他为什么认为这个病毒的 这个这个首先的认知 是跟其他科学家不一样 但是很可惜 到现在为止 包括美国的这个国家卫生研究院的院长 亲自写文章 也证明这个病毒呢 是这个自然的病毒 那么美国的这个国家情报局 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发表这个声明呢 是因为这一场公共卫生事件 成为有一些无知的人 无知的人 和一些疯狂的人 属于各种的目的 来捏造事实 来制造各种各样的阴谋 然后成为伤害人们的心智 一般懂得公共卫生事物的人都知道 当这么一个公共卫生事物发生的时候 人们需要的是正确的指引 专业的指引 而不是谣言 因为谣言会使呢 这个人们产生错误的判断 最后面造成的伤害 比这个病毒本身还要凝重 那么这样一个谣言 在过去一段时间 伤害了美国的一些民众 因为中国的媒体 中国的一些民众呢 认为这个病毒是 美国的军人 把它带到中国去的 去伤害了中国的百姓 然后呢 捏造了这是武汉爆发的 很幸运 这是一个不可理喻的 这么一个捏造 同时认为武汉的这个病毒 也是中国人的生化武器 和中共利用它来消灭 他们希望消灭了人口 其实这种说法呢 都不具有生化武器的尝试 也不具有了病毒的尝试 但是姚尼在伤害两个国家民众的心智 使很多人身心受到影响 那么这个也使很多的领导人 在做决策的时候会被误导 因为如果这个武器 如果这个病毒是美国的军人 带到中国去的话 那就是一个非常严厉的指控 那就是美国也要对这个军人 和军队进行调查 因为呢 这个事情已经造成世界的灾难 如果这个事情是中国政府 制造的生化武器的话呢 中国政府也应该拘救责任 所以在手 这个病毒本身是人工 基因改造 还是这个自然的方面呢 是我们调查这个世界的责任的 第一个环节 你首先确定 如果确定了它是人工的话 那就等于是一个发生 一个新的世界大战 因为等于是挑战了 人类的一个底线 那就跟发生这个之前的 拿塞德国侵略这个 这个解开 侵略波兰 没有什么本质差别 可以说造成的伤害还更严重 所以现在关于病毒造成的伤害 正在成为各个国家之间 要向中国拥救责任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事件 但是在这个事情中间 首先认定可以认定的事实 是这个第一个基础 而今天美国情报局这个认定 和中国的官方的认定 几乎都是一致的 也就是说 中国的官方认为 这个病毒是个科学的问题 是一个自然演化的问题 那也就是说 在病毒本身的首性方面 是已经没有分歧了 没有分歧了 那既然没有分歧 马上就进入到另外一个层次 那么这个病毒是怎么发生的 怎么发生的 在哪一个地方发生的 它第一个病例是什么 对吧 第一个病例是什么 然后中国政府在这个过程中间 是有效地处理了这个病毒 还是掩盖了问题 掩盖问题是这个中国的基层官员 掩盖的 还是中国的中层和高层掩盖的 是中国的政治官员掩盖的 还是中国的卫生官员掩盖的 这些事情呢 涉及到中国政府的诚信问题 也涉及到中国作为一个事项的 自己认为有责任的大国 应该承担了这个责任问题 因为这个病毒所产生的伤害 已经不只是中国人了 而是全世界人 那么全世界这些人 都有了权力 要求中国政府呢 公布这个事情 发展了这个真相 因为通过这个事情 发展了真相 我们可以呢 有效地帮助 来去应对这场危机 不仅是应对这场危机 也是应对下一场危机 所以我们 当这个手机确定以后 就开始进入了另外一个层次 那么在美国国家情报局的 这个声明里面 对这个病毒 是不是武汉病毒研究所 出来的事情 不至于此 不是 就是说没有政治 没有政治显示这一点 但是他们在努力追查 我认为他们这个 探讨是非常正确的 今天川普总统说 他已经拉到了 这个很有趣的政治 或者是很有效的政治 那我们非常高兴 因为任何一个事情的发展 事实真相 比任何东西的重要 但是我希望川普总统 不要把这个事情 变成美国的机密 而是应该把它公聚于世 因为这个问题 竟不简单是中国政府 应该保密的问题 同时也不应该是 美国政府保密的问题 而是应该公开的问题 那么这个美国情报局 发表这个声明 主要是呢 人们不要在这个 在基础的问题上面 进行纠缠 因为那些纠缠 那些胡乱的指责和告现 那些问题没办法解决 就像我们现在进入一个法庭的审判一样的 你基本上是是开始需要认定 有了这个认定以后 你再一层一层去追究责任 因为呢 追究责任 这不是个政治考号 这不是个政治运动 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科学问题 它同时是一个法律的事实依据的问题 好的 谢谢和平先生 刚才有网友说 说今天这个油管的没有推 那么这样子 我来再把第五个话题再讲完 然后咱们再请导播呢 我们来重新开一下 那和平先生您稍微等一下 然后我们因为很多朋友 还都在期待着 等着您的今天劲爆的时日谈 第二季 有一点的劲爆 有一点的劲爆 有一点劲爆 对 那行 那就这样子 那就我先来讲完这个第五个话题 对第五个话题 然后我们就来油管这边导播 请重新做一遍 那么现在呢 我们看到的呢 是CNN的这边的有一篇报道啊 就是特朗普呢 是政府拟定计划 惩治卫生事件的爆发 那么白宫呢 是讨论啊 在查抄中国资产国债 那么特朗普这边呢 是惩罚中共掌民意 那么我们看呢 这边呢 就是特朗普政府呢 正在说要制定一项长期的计划呀 那么就是在这个对 针对大流行的采取多方面的惩罚措施 那么这呢 就与这个把川普总统呢 特朗普总统呢 对待卫生危机的责任呢 推给北京这样的这个选战政策呢 是相吻合的 那么这篇报道是这样认为的 那么政府呢 内部就多个消息来源呢 就说说人们有兴趣啊 使用各种的工具 比如说包括制裁呀 来取消美国债务义务 和制定新的这个贸易政策 来向中国呢 和所有其他的人来明确表示 他们的责任所在 那么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 政府官员呢 就说 所以我们必须使用经济重新 必须要使经济重新运转 我们必须呢 谨慎行事 但是我们将找到方向 向中国人表明 他们的行为是完全应该受到谴责的 那另外呢 还有两位人士呢 就说说与此同时 情报界呢 是正在承受着来自政府的巨大压力 高级官员呢 正在努力寻找这种病毒 是不是从中国江城的实验室泄漏 那么刚才就像何平先生介绍过的啊 我们对他是不是自然界 这一点已经是定论了 但是呢 他从这个自然界来 他的渠道是怎么样的 还是一个未定的情况 那情报界呢 是前所未有的发表了这么一项声明 说他们正在像任何其他危机中一样 在这件事情上是大力的去增加资源 来获取独够的这种资源情报 那么声明就说呢 说情报界将继续严格检查 新出现的信息和情报 以确定爆发是因为动物感染接触 还是由于这个实验室的事故 我们要搞清楚 那么有一位政府官员呢 被问到说 是不是永远无法确定这个来源呢 这个这个来源的渠道呢 那么他的这位政府官员的回答 就说我想我们会解决的 那么在美国政府内部呢 就越来越怀疑 面临着来自中国日益严峻的 这种战略的挑战 那么还有呢 就是卫生事件也正在摧毁经济 而且呢不仅摧毁经济 还在摧毁 那么特朗普的这个第二任期啊 那么中美的冲突呢 也是正在加剧当中 那么国务卿蓬佩奥呢 上周就表示说 我非常坚信中国共产党 一定会为他们所做的事情 付出代价的 当然是因为美国的努力 那么这个中美关系 也是摇摇欲坠的这样的情况 那美国呢 并不是唯一想找到源头答案的国家 文章中呢也就提到说 中国隐瞒啊 还有全球目前的这种严重的 被生流行的情况啊 还有赵先生的甩锅呀 激怒了川普啊 等等这些过往的事情 那么官员们呢就指出说 寻找惩罚中国的方法呢 将是一件敏感的事情 这是一些官员的这种看法 那么蓬佩奥呢 就在星期三说啊 说我们会把握好时机 但是呢官员们也说呢 在大流行的极端情况下呢 中国有能力对美国进行反击 那么由于中国现在呢 处于一个好像比较优势的 这么一个位置 那么由于美国受到 比如说个人防护设备啊 医疗设备啊 生物药品啊 还有中国制造药品短缺的 这种困扰 那么在大流行 已经感染超过一百万的 美国的这样的情况下呢 它是很容易受到供应链 短期中断的影响的 就是暂时这么一个劣势 那么蓬佩奥在上周呢 就问到说 有关中国新的出口管制措施 以阻止美国医疗用品 进入美国 这件事情 那么蓬佩奥呢 就似乎呢 就表示出了一种回答上的克制 在私人场合呢 据说呢 是很生气的 但是在这个公开场合呢 还是比较外交的 他说好消息是 我们看到中国提供了这些资源 有时呢 他们来自中国的美国公司 但是呢 我们取得了成功 那蓬佩奥就说呢 所以我们希望中国继续履行 其合同义务和国际义务 向我们提供援助 并且呢 向我们出售这些产品 那从长远来看 特别是如果 川普连任的话呢 美国的努力可能会将这些 离岸的这种 远在外面的这个供应链呢 看作国家安全的优先事项 而不仅仅把它看作一个经济问题 那么文章中呢 也就讨论了这个美中关系的 这种紧张的转折呀 就是对于中国的强硬态度 与特朗普的拒绝中美关系的 这个原则呢 是相吻合的 那么中美关系呢 也就是可以追溯到 1970年代尼克松那个时代呀 那么这里面呢 就是特朗普呢 就说说美国和崛起的 中国的这个冲突呢 可能会成为 如同休息底德陷阱一样的灾难 那么他就辩解说 说华盛顿呢 已经使敌人的勇气和富足呢 扩大到其人口的近三倍 这样的规模 并且呢 在国外的这个蓝领工作的 这种流失呢 是强暴了 他说是强暴了美国工业 而恰恰呢 这一点也是2016年呢 这个川普呢 竞选获得支持的这么一个因素啊 那么中国议题同时呢 也是这个选战当中 目前的非常关键的一个事情 那么美国政府呢 就在2017年制定了 国家安全战略 把中国看作是竞争者 和修正主义力量 那文章呢 就认为说 这位总统的 就是当前川普总统的 非常规性格和工作方式呢 又会削弱或者说 削弱这个政府的强硬路线 那么川普呢 过分的个性化的态度 以及呢 对习近平呢 保持友谊的这种固执的表示 也直接呢 与他的政治和外交策略呢 是相抵触的 那比如说呢 川普在周二呢 就表示说 我们对中国不满意 但是他又多次赞扬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今年早些时候呢 应对大流行病的这种 那个成功 那么这种表态呢 就反而呢 来削弱了他自己本人的言论 这显然是呢 部分是出于呢 他要保持美中贸易的动机 他这么表示啊 那么这是他执政期间的 为数不多的 有限的胜利 就是美中贸易谈判这方面 认为是川普 为数不多的 有限的胜利之一 那么川普呢 坚持与强人领导人的 建立友谊 那么这里面呢 有一个负面影响 就是这会使两国关系呢 更容易受到 人际关系的破裂的影响 那文章中就说呢 说川普和习近平 都是几十年来 两国最积极进取的 民族主义领导人 这是文章中的这个观点 那么他们热衷于呢 以可能引起动荡的 外交关系的方式 来发挥个人的权利 那对于近期 双方的争执呢 也包括比如说 对华为啊 包括南中国海等 这个事件呢 美国前国务卿奥布莱特呢 他就曾经表示过 在上周表示过说 说坦率的讲呢 双方在互相推挤的 这个极端民族主义按钮 是无济于事的 那么对于川普的评价呢 这个举动的评价呢 就说呢 他基于对 世界卫生组织的要求太高 而声称呢 冻结这个资金这个决定呢 也可能进一步 削弱美国的影响力 那么特别是 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 而且呢 美国是退出了 太平洋伙伴关系呢 是对北京来讲呢 是一个北京的巨大的胜利 那文章中呢 也指出说 中国大国抗议外交 是并不成功的 而且呢 可能永远不会逃避 成为爆发源头 这样的恶名 而且呢 专制制度呢 也是延误这件事情 隐瞒这件事情的原因 那么川普呢 可能就 就此呢 来惩罚中国 但是呢 他自己的态度啊 他的管理不善呀 还有他为此付出的努力呀 就和他自己 为此付出的努力呀 就互相对冲了 是互相冲突的 因为呢 人们可能不会认为 这个川普呢 去惩罚中国呢 是一个政治举措 而是认为呢 他仅仅是 为自己的无能而甩锅 那么华尔街日报呢 也有一篇报道 说这个 另外一方面啦 就是说 美国一位高级的贸易官员呢 在周三表示说 尽管目前的这个卫生事件呢 还有造成的重大影响呢 而且呢 专家呢 已经对中国 能否实现采购目标 就是之前的这个 美中贸易谈判 那么中方能否实现 采购目标而表示怀疑 但是呢 就说这个 美国的这个高级贸易官员呢 还是说相信 北京将旅行 美中贸易协议 而规定的义务 那么这个呢 就是关于这个 川普政府呢 正在制定计划 来惩罪卫生事件爆发的 这么一个介绍 那么我们今天的话题呢 就 基本上就讲完了 所以呢 我们就该迎来 我也讲几支 迎讲 对我认为呢 这个报道还是有很多问题 我知道今天 这个白宫的情报人员 官方或者是外交界 还有这个其他的幕僚团员 国家安全的幕僚团员 在成员在开会 讨论了要不要这个 或者是用什么方式来惩罚这个中国 但是我们知道在 无论是在法律上来讲 那么你涉及到一个 主权的 贺民权的问题 那如果你要把 中国政府的 主权的贺民权拉掉 那你就需要新的立法 那么新的立法呢 美国没有问题 美国的国会 可以通过一个法律呢 募收中国政府的财产 或者说呢 把这个官员的财产 加速的财产 在美国呢 这个募收 或者甚至有人提出来呢 把这个中国的国债啊 也扣除下来 但是我认为这种发生的可能性呢 几乎只是一个政治上的一种说法 原因很简单 美国从政府的历史上来讲 那么除非它是一个完全敌对的国家 比如说德国 拿着分子 已经是呢 双方是一个呢 战争国家 你当然意义 怎么样就怎么样 因为反正双方都是 你死我活了 另外是 长期以来 主要是针对那些小国家 反正那些小国家呢 也是对于这个美国来讲 我怎么收拾它 他们反弹力量很小 但是中美关系 除非是呢 美国决定把中国 列为一个敌对国家 也就是说 跟中国 要么就是冷战 要么就是热战 否则的话呢 通过立法的方式 行政的方式 去没收中国的国家的话呢 会引起美国政府 自己本身的信任的问题 以致 比如说中国到这里买了国家 那以后谁还赶紧买你的国家啊 对不对 那么第二个就是说呢 这个会引起主权之争 或者说呢 互相去报复之争 你报复 你把我的资产没收了 那我也把你没收了 对不对 那你没收我的资产 合不合法 那我没收你的资产 合不合法 所以基于这些原因呢 我认为啊 现在川普总统啊 借这个民意 去打击中国 尤其是要求中国去 公布这个疫情的隐瞒情况 去承担中国政府 应该承担的责任 但是这是一个长期的 但是这是一个长期的外交纠缠的过程 这需要很多科学家和国际舆论一起来参与的事情 同时也需要川普总统联合英国 这个法国 德国 一些西方民主国家 日本 印度 这些国家一起给中国施压 才能达到的事情 所以现在有一些议员 虽然趋于他们的愤怒 可以提出这样的议案 但是在真正实施的时候 几乎是等于零 法理上是等于零 是因为它很难形成合法性 在行政上等于零 你先进了一个法律 那么你除非要跟中国战争 所以我的前提条件是 除非美国准备好跟中国战争了 但是中国好像有一点像跟美国战争 因为中国把这个堂堂的美国的国务卿 蓬佩奥 代表美国政府城市 国家事务工作的一个人 居然被中国的信任工具 恶多攻击为 是触犯了人类的底线 然后是所谓的人民公敌 那既然是人民公敌 那你怎么去跟蓬佩奥打交道呢 那你外交部长和国 和你的这个负责卫视事务的杨洁篪 是不是就不能跟这个蓬佩奥打电话了 因为你打电话不是跟公敌通敌吗 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不知道中国的外交已经错了到什么程度 还是美国只是为了水平的需要 总之两个国家现在都是在玩烤雪战 我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 第一战是这个热战 第二战是冷战 第三战我们现在命名为烤雪战 如果只是停留烤雪战 我就觉得呢 他们只是为了自己各自的利益 来做一些寻寻工作而已 如果是认认真正的追究 我觉得光是美国的一个国家力量不高 美国应该动员了全世界的这个国家 一起给中国世界压力 那才有可能会达到效果 因为我们首先需要达到一个目标 不是去惩罚中国 而是呢 要求中国公布真相 而去了解武汉的病毒研究所是怎么回事 去了解美国这个中国的这个疫情的爆发 是怎么一个流程 所以这些事情没有搞清楚之前 我认为现在的这些说法 都是白宫之史进行一下讨论 那当然没问题 然后讲一些不能随时的话 那也没问题 讲一些不隐的话也没问题 但是真正要实际起来 并不隐移 谢谢何平先生 您这样一讲就是 刚才我觉得这里面最打动我的金句 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 是可能是口水战 另外呢 您从美国方面呢 就是立法容易 但是呢 你失信难 还有一个呢 就是如果要是真的这样立法了 这样的去求偿了的话 那么这个破坏了主权基础 那么破坏了这个国际秩序的基础 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另外呢 您又从中国方面来解读了 说中国现在态度 他是不是有一个敌对的状 他不要去开战 还有呢 就是其实 这个很重要的 就是全世界 其实应该联合起来 来要求一个真相 那么 我们今天的话题 就先谈到这儿 然后我们就要期待您的时日谈了 不过呢 今天就是我们要请导播呢 重新推一下 然后我们要稍微的 等个一两分钟吧 还是等个一分钟 然后我们再开始呢 油管这边呢 可以重新重开 然后我们就期待这个 时日谈第二季的第一集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